2022年夏初有两件重要的事件标志着汽车行业与IT行业下一波的深入融合 这波融合将把竞争瞄准车内的屏幕 一件事是新一代宝马7系的发布 另一件事是苹果的WWDC发布会上公布的关于新一代车机系统 也就是那个CarPlay的开发进度 简单的说今后的旗舰汽车除了动力性能自动驾驶之外 最重要的内饰就是屏幕跟屏幕背后的操作系统 今天科技参考我们就来说一下 首先说说2022年宝马新款的7系 这次最大的改动就是屏幕了 尽管宝马在液晶显示屏技术刚刚成熟的时候 就把液晶屏引入到汽车内 它算是一个开拓者 但是没想到的是各个车企竞争到了2021年 旗舰车型里液晶屏幕面积最小的就是宝马 而到了今年这个态势突然有所改变 宝马发布的七系车前排有两块屏幕 一块12.3英寸 一块14.9英寸 这就已经有点夸张了吧 这还没完 后排还有一个31英寸的32比9的超宽曲面屏 甚至连后排的门把手上 左右也各设置了一块5.5英寸的屏幕 用来控制各种娱乐功能 在传统车企里 这已经算是屏幕最多面积最大的了 对宝马来说呢 屏幕好像一下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次是6月7日 苹果的WWDC发布会上 新版的CarPlay也出现了 简单的说 苹果希望和车企达成代码层级的合作 实现一个用iPhone提供算力 用车内屏幕提供显示的车机方案 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看 今后的新车除了在动力和操控上的竞争之外 在内饰上的竞争 屏幕是关键中的关键 车内屏幕的出现最早是为了娱乐 这点跟今天都是如此 最早的车内屏幕还要追溯到 上世纪70年代 录音机跟磁带的出现 那个时候的屏幕啊 就是一个只能显示夜经数字 跟简单图标的黑白屏 用来显示什么频道啊 低级手歌啊等等 那个时候 为了让屏幕显得更科技一些 还会加一些灯光特效 今天看起来好像是非常low的 但当时已经是豪华车的标志了 车载屏幕在功能上的巨大提升 发生在2006年 因为那年之后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就开放了民用 对开车来说 至今都是最重要的屏幕导航 就这样一直保留至今 车载屏幕的下一次突破 发生在2012年 那个时候 特斯拉正式销售了Model S 这款车中控竟然是一面硕大的 17英寸的屏幕 相当于是当时两个iPad上下落起来那么大 这不要说是普通人了 就连很多资深的车评人 第一眼看了都觉得震撼 在那之前 传统车企能为汽车配备一个7英寸的屏幕 那已经是很难得了 特斯拉这个巨型屏幕 并不是要把显示的东西同比的放大 而是要重新定义传统车中的实体按钮 除了法律规定的必须要用实体按钮的那些按钮 比如说车辆的转向 灯光 双闪 以及那些方便用户触碰的 比如说音量调整 上一曲 下一曲 和手套相开启的按钮 这些用了实体之外 这辆车丰富的功能 全都集成在屏幕里的那些虚拟按钮里 而这个改变会释放车辆的很多设计思路 在没有大屏幕的时候 车辆的功能如果都通过实体按钮来操作 就会出现按键越来越多的情况 但无论功能如何多 一辆车的中控台加仪表盘 也是很难容纳超过50个按钮的 按钮如果再多 就算面积上可以容纳的下 用户在驾驶中也因为找不到 干脆就不按了 其实根本用不到50个这么多 今天就有很多车的中控 设置了太多的按钮 其中有那么几个按钮啊 可能是车主把车都二手卖掉的那一天 车主都没有弄清 那几个按钮到底干什么用呢 而大屏幕里的虚拟按钮 是可以通过菜单分级的 这就让可操作的按钮 大大超过了50个 比如说按以下的类别设置菜单 媒体 导航 能耗 上网 摄像头 电话 每一个一级菜单下 可以设置二级菜单 这样一来 容纳的按钮就可以是几百个了 而且用户用起来 也不容易出现找不到的情况 由于按键是虚拟的 可以做一些自定义 比如说把常用的按钮单独拿出来 放在一个界面中 而且和车辆功能有关的软件升级 也可以一并对按钮进行优化 而物理按钮是绝对没法移动跟升级的 到了2022年 十万级的新款汽车里 配备一个十几英寸的屏幕 这种事啊 也已经变得再普通不过了 而对于50万元以上级别的豪华车 更是要用从前用心打磨实体按钮手感的精神 去琢磨虚拟按钮的使用体验 而对于怎么把屏幕使用好 就有两派不同的设计理念了 一派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 对于如何用好大屏幕 甚至如何让多名乘客和司机 同时用好几块大屏幕 他们呢 是亲力亲为的 通过自己定制的硬件 结合性能上限 把各种应用的使用体验做到最好 这个思路跟多年前 一个新的安卓品牌做手机的时候 要解决的难题是非常类似的 这些造车新势力啊 也确实不缺人才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研发人员 曾经就是手机的研发 但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给一辆车设计车机系统的难度 其实比基于安卓系统开发手机的UI 也就是那个用户界面 要难的多的多 因为手机的UI 只涉及那些已经成熟的硬件模块 跟单人的操作 而车机系统要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外部硬件 除了传统手机上要面对的娱乐跟计算任务之外 还有一些功能啊 对手机的开发来说 几乎是永远不可能触及到的 比如说空调 车门 车窗 摄像头 灯光 座椅设施 事件检验等等等等 而且这些功能很可能同时有多个人在出发 在此基础上 车机系统还要有一部分数据 是从车辆的发动机或者行车电脑里读出来的 比如说车辆的行驶状态 电池的工作情况 需要用到这些数据来适配舱内的其他硬件 再者 从安全的角度上考虑 这些功能在运作的时候的故障率必须保持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远不是手机用户用着用着突然没响应了 干脆重启那么简单 而今年苹果发布会上的新一代CarPlay就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 苹果希望实现一个用iPhone提供算力 用车内屏幕提供显示的车机方案 这其实是一项大工程 举例来说 苹果在2010年发布了第一代iPad 最初一些小的软件开发商 为了快速占领应用下载榜单 就草草的把已经为iPhone开发的APP整体放大一些 放到了iPad上 实际上这么做是非常不堪的 因为iPad跟iPhone的长宽比与尺寸都不一样 照搬上去使用体验非常差 而有实力的厂商要专门针对iPad的长宽比 和用户抓握平板的习惯 重新设置用户界面 比如说按钮的大小啊 菜单显示的条目和占用的面积啊 要不要增加一个左右分屏显示的功能啊 等等等等 我们再想想 车内屏幕在尺寸跟长宽比上 那更是一个车型一个样子 于是想让苹果的操作系统 在各种车型里都能很好的操控车内屏幕 有的时候甚至还是四五个屏幕 当然就需要非常精心的设计 尤其是双方设计师的深度磨合 除了UI界面 CarPlay必然还需要拿到一些行车数据 包括发动机 电动机 电池状态的访问权限 而这些数据是在车辆操控系统中 通过一条单独的总线实现通讯的 于是 苹果想实现 用iPhone提供算力 用车内的屏幕提供显示 就必须获得那些车企的授权 只有获得了授权 才能通过操作系统访问到车辆的数据 而这一点在此前版本的CarPlay上做的很少 之前苹果的CarPlay功能相当于 从汽车那儿借一块屏幕来 然后把手机的内容投屏上去 而之后的CarPlay 不但可以控制车内的空调 座椅窗户 还可以获取车辆的实时信息 比如说发动机的转速 油耗 功率 在6月7日的发布会上 已经有14个汽车品牌 和苹果在新版的CarPlay上达成了合作 他们包括路虎 奔驰 保时捷 日产 福特 林肯 奥迪 捷豹 沃沃 本田 英菲尼迪等等 尽管最初的CarPlay 肯定不会为车内的每一块屏幕 都做完美适配的UI 但起码会把最大的那块屏幕上 能显示的内容设计好 此外就是把一部分 从车辆总线上获取的数据 找一块合适的位置显示出来 于是 一些传统车企 就可以把一些功能留给CarPlay来做 自己不用再废地开发这部分了 毕竟苹果在用户界面上的开发能力 那是世界顶级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屏幕本身 其实竞赛也进入了新的时代 那就是屏幕类型 或者背光类型的革命 按照功能来说 一块屏幕可以分为显示层和背光层 显示层就是液晶和控制电路 通过精准快速的操控 调整液晶的悬光角度来改变透光度 从而实现每个像素 在不同颜色下的亮度变化 但如果只有显示层 传统液晶屏就是一团黑的 我们还需要用到额外的 且不同颜色的光 主动透射过显示层 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个像素 该显示什么颜色的光 按要求发射出来 这就是背光层的作用 传统的液晶屏背光是通过塞在屏幕底部 和侧面的长条灯带来实现的 对于显示要求不那么严格的环境 这么做已经足够了 但今天的汽车对屏幕的要求 已经不再那么粗糙了 至少对于旗舰型号的汽车 那块用来实现娱乐功能的 最大尺寸的屏幕来说 人们对它的期待 多少就有点接近于 家用高端显示器了 而今天的家用高端显示器 是不可能再用大面积的灯条方式 实现背光的 这不但能耗高 颜色还原也不准 尤其是对于黑色来说 更是不准 于是今天我们在显示器上 看到的那些关于显示层 跟背光层的技术突破 都会在不久之后 在高端的车上见到 比如说 可以实现1000到2000分区背光的 迷你Light屏幕 或者干脆使用那种完美的 一个像素就是一个背光光源 单个像素独立发光的OLED屏幕 尤其是这个OLED屏幕 非常适合配置给高端车型 因为目前OLED都有一个 几万小时就会烧平的材料属性 这算是缺陷 也就是说 一个Light会因为发光时间 达到一定时长而折瘦 那个时候亮度跟响应都大幅衰退 但车内的大屏幕 本来每天使用时间 就很难超过两个小时 所以它几万个小时的寿命 对于真实的使用时间来说 已经是车辆使用寿命的10倍以上了 所以就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缺点了 总体来说 今后的汽车内 屏幕会越来越多 苹果的CarPlay会是传统车企 车机系统的好帮手 而随着屏幕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今天桌面显示器使用的高端技术 未来也会出现在车内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